外觀有著明顯的凹凸輪路 這是高雄農改廠推出的 真脆芭樂 正如其名 口感清脆 甜度約高 珍珠芭樂 1-2甜度 果肉也增加了約20% 因為它本身就比較果肉厚 它除運外銷的商業潛力很大 然後加上它容易栽培 容易栽培 變成它在資能量能上 和風險相對等較低的狀況下 它獲利的機會比較大 台灣芭樂市場其中以珍珠芭樂 佔了95%以上 但是在夏季產出的珍珠芭樂 受氣候影響 容易有果肉軟化 果肉變薄等問題 新品種的真脆芭樂 因氣候適應能力強 可大幅降低過去 珍珠芭樂夏季品質落差的困擾 單位面積產量 可高出珍珠芭樂約2成 這個品種是從93年就開始在做育種 到103年取得品種權 所以大概前前後後花了 大概10年的時間 這當中的困難點 其實就是一個品種預產之後 那你要把它推到市場去的時候 通常目前我們所採取的 就是要找到授權業者 為了顧好品質 每顆銷售的果實 都要貼上二維條碼標尖 保證食品安全可溯源 預計往高單價市場發展 珍珠芭樂將為夏日芭樂 帶來高品質的新口感 可以提升農民的收入 也會民眾提供新選擇